中文字幕 李宗盛 终于累了 终于来了 我不在乌兰 我在吃了等你们哪 1528一定要买大一点哦 1528我记得买到 哇 可以开灯哦 Uncle不用开灯 我不敢开灯 这家车不可以开 不可以开 OK 为什么在车上的时候 晚上不能开灯呢 OK啦 其实 去上网去看一些论坛 这里是有学 因为你 如果说车上你开灯的话 后面的车可能就会 有reflection 看不到 就会 effect 妨碍到他们的那个视线 所以of course Logic technique不可以开灯 不可以开灯啊 你没关吗 哦哟 你看这个掌线 看个哦 他开了但不会关灯 我们来到小旧址 小旧址 我们介绍个洛洛的地方 洛洛就是狂的串烧 我看你们喜欢吃什么 它最开的一定必吃 八毛钱的老虎 必吃的 咱们跟着我们的想法 来个必吃的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它会 酱料 可以自己拿 这个是拿冰水 跟水 如果要水的话 冰块在这里 然后它的水 这个就是用来放调料酱 这个 调料酱 调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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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选择炸的 或者说冲水煮的 炸了 炸了 大家都说声哈喽啦 来咯 这是我们搞油介绍的 一定要吃必吃的 八毛马币的一只虾 八毛马币的一只虾 必吃一定要吃喔 我们吃完铁销就打到美府飞驾去喽 The next day 上起来我们的酒店外面 这里就是Nusa-idaman Nusa-idaman Nusa-idaman 是一个永久夜圈的混河象征 位于 Iskandabuteri的Nusa-idaman Nusa-idaman 如果你看到地图的话 就是在我们这个位置 对了 哎呀这个 然后我们就是从这个 Twasling Way这样走 驾车进来的 对了 The Nusa-idaman 也是属于Nusa-idaman 这个郊区的一个混河 开发项目 占地有250英亩 Nusa-idaman的开发 主称部 是因为住宅 是三个单位啦 OK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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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эти 啊 к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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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村是一个独特的文化村 展示佛教艺术和故事的绘广 你发现文化和沉浸自然的独特元素吸引游客 佛陀村占地43亩 除了美丽的景点,远大而来的游客 无论年龄大小都可以像庄严的佛像 寺庙自尽并享受轻松的氛围和寺庙 很多村在马来西亚也被广泛称为佛教圣地 实实上这个地方的策略也是为了保护马来西亚的佛教文化 等等先,有没有听错 三不一百 三不一百 你们快追上来吧 一千年之后 我有办法 我突然我来讲点,我来问到冰森 不好意思,现在才介绍冰森 就是我们这次来柔佛不赖的世纪师傅 常观普多村如果不尝试招牌煮米饭和令人垂眼的甜点的话 如煮冰森的话就不完整咯 不然就是这个冰森临跟猪米饭的美吗 吃完之后还可以洗干净拿回家的纪念品哦 ok,下一集我们会去哪里吃东西找什么地方去探险呢 然后去什么地方走走呢 那大家都希望顺目以待看一下我们下一集 可以多谢大家的支持 thank you 我也祝大家终究节幸福快乐